凯西和丈夫弗兰克是镇子里上流社会的模范夫妻 两人育有一双可爱的儿女 弗兰克平时都在因为工作而忙碌 凯西则操持家中的一切事务 身为一个金融经理人的标准主妇 除了承办宴会 凯西还需要经常参加各种艺术聚会 与丈夫一起登上广告页面 接受媒体采访 夫妻两人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镇上其他人的心 没人发现 两人在光鲜表面下的貌合神离 弗兰克平时连跟凯西接吻都不愿意 他总是不知不觉地走到同性酒吧 在一个个男人之间放松自己 凯西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发现了自己家的新园丁雷蒙刚刚到达岗位 他因为与雷蒙的友好交谈 被记者们大肆报道 凯西并没有在意 他正想努力挽回和丈夫的关系 在弗兰克忙碌的时候 他主动去公司为他送晚餐 却发现弗兰克正在跟一个男人拥吻 回家之后 弗兰克痛苦地跟凯西承认了自己的性取向 为了拯救他们的家庭 弗兰克主动去接受了心理治疗 令凯西没想到的是 他的主治医生也很快与弗兰克有了不正当的感情 虽然家庭情况已经岌岌可危 凯西依然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应对各种应酬 没多久 他又和雷蒙在一次画展上相遇 他惊喜地发现 自己家的园丁对现代艺术和抽象派都有着很深的理解 周围的富家太太却因此对凯西抱以诧异的眼光 在他们心中 黑人都是下等人 凯西也只好匆匆离开了画展 后来在一次凯西精心准备的宴会后 弗兰克灌醉了自己 稳住了凯西 但他已经无法对貌美的妻子有任何反应 在休脑之中 他打伤了凯西 凯西满心伤感 却无人倾诉 只有在花园中工作的雷蒙 看到了哭泣的凯西 这个善良的黑人 带他去了乡间赞心 并请他吃了一顿不浪漫 但快乐的午餐 两人独处的样子 被镇子上另一个富家太太看到了 那位太太把这件事告诉了所有人 大家对有色人种的歧视 让凯西的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 弗兰克也因此被停职一个月 他不得不告诉雷蒙 以后两人再也不要见面 并和弗兰克去了迈阿密度假 没想到弗兰克却在那里 遇到了一生挚爱 看着那个主动向他走来的男孩 弗兰克怎么也无法拒绝 他们穿风一吐之后 弗兰克再次回归了家庭生活 但他无法忘记那个男孩 干脆正式向凯西摊牌 凯西又得知 雷蒙的女儿萨拉 被几个白人男孩砸伤 他急忙赶到了雷蒙家里 雷蒙告诉他 他打算带着女儿离开镇子 父女两人将去一个 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 重新开始生活 和白人太太的感情 让他在黑人里也受到了排挤 他已经没办法在这里待下去 最后 雷蒙吻了吻凯西的手 两人彻底道别 弗兰克也打来电话说 他的新爱人想和凯西见面 共同决定几人的相处方式 在雷蒙要走的那天 凯西去了火车站 目送他离开 两人之间最亲密的举动 不过是一个守备的吻 但两颗心却紧紧贴合 默然相爱 不管是黑黄白 贫困富有 健全残疾 不互相歧视 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大的爱 永远尊重 永远敬畏 就是最好的自己 感谢观看